世人皆说唐朝明风开放 其实这开放之风都是从魏晋南北朝时期沿袭而来 但是当人性释放过度时难免会变成另一种极端 就如同那些隔江游唱后庭花的女子 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位十分荒芸的山鹰公主 山鹰公主是南北朝时期的南朝宋公主 名刘楚玉 她和当时的皇帝及宋前废帝刘子叶是同母姐弟 这山鹰公主生得倒是十分冒昧 在刘宋王朝素有皇族第一美人之称 一开始这山鹰公主嫁给了当时的都尉和己 驸马爷也算是个美男子 但没想到这山鹰公主并丝毫不知足 一日山鹰公主对胞弟刘子叶说 我与陛下虽男女有别但都是先帝的骨肉 陛下可以后宫美女数以万计 而我却只有驸马一人 怎可如此不公平呢 刘子叶本来就对姐姐言听计从 于是便下旨赐给姐姐面首整整三十人 什么叫面首正是指美男子 后来直接引申为男宠 于是这山鹰公主就成为了史上少有的 名正言顺拥有三十多位姓伴侣的人 有了这三十个男虫以后 没过多久便逆位了 一旦她看中了其他的男子 就会想方设法拐入府中 若是不从便直接派兵抓来 可这山鹰公主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 锦和元年 刘楚玉的叔父湘东王刘玉 也就是后来的宋明帝杀死了刘子叶 十二月三十日 刘玉下诏将刘楚玉赐死在家中 在后书的史书中也多将山鹰公主 作为淫荡纵欲的女人钉在石乳柱上 向宋书中评价她 淫字过度 但也有人认为她有着男女平等的自觉 圣人们对她百般嘲笑 但对皇帝们的乱告却不敢多知一词 这或多或少有种借此朝彼的意思 但山鹰公主的行为的确不值得提拔过高 她对性权利平等的争取 到底只是为了一人私欲 而非为了所有人的权利平等 只能说她的想法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超前的 何况在那样的历史环境下 一个公主不为国家做贡献 却沉迷淫欲影响朝政 一旦江山倾覆也得不到好的下场